不少民眾都會叫外送送到自己的社區大樓 但是卻有不肖外送員偷偷記住女用戶的個資 甚至登門騷擾 一名男網友表示 曾遇到一名外送員 不只記住他家門牌 平時還會故意等待他們的訂單 上樓送到門口跟他們夫妻倆閒聊 本來不以為意 沒想到對方竟然記下 妻子的姓氏工作 還跑到他的工作地點騷擾 甚至和社區保全謊稱有外送訂單 便擅自跑上樓按門鈴 試圖進入屋內 氣得當事人當場報警 後文一出也有民眾留言表示 有些外送員會記住漂亮女客人的地址 在群組內互相分享 也有人說通常保全會聯繫屋主才會放行 所以是物業失職 有過來人分享 社區以前也少過這個問題 後來有設置外送桌給外送員使用 證明外送員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做跟蹤騷擾的行為 甚至也反覆的實施多次 在這種狀況下已經違反了跟蹤騷擾防治法第18條的規例 是可以處到一年以下的有機徒刑 民眾叫外送無非是圖個方便 大部分的外送員確實也都按照規定形式 但就怕少數害群吃馬造成民眾觀感不佳 讓外送平台的優點變了掉 華視新聞才好奇 周雲寬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